我学了这些法 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挺好 但是还是觉得就好像用不上 就比如说我喜欢刷手机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是很恶习 很浪费时间 觉得之后一直想改 现在我觉得还是做不到 这个问题也蛮好的 而且我听听说 你蛮想用的话改变自己 这样蛮好的 我记得以前师傅跟我说过 说佛法的中心是智慧 佛法的中心是智慧 智慧是什么特征呢 智慧是什么特征 现在用另外一种方法解释给你听 智慧是什么特征呢 注意哦 智慧的特征就是说 你对着境界的时候你记得 你要去借助那个 有正确经验的人的看法 不要依凭自己的感受 智慧就是这样一个特征 所以我以前举过例子 我以前看过我们生团 有一位小沙咪 他当然现在已经是 学完五大论的格西了 但他小时候就显现出 那个特征让我印象很深 我跟他一起在大聊切菜 切切切切切 切萝卜片 红萝卜片 切切有一片 他切的有一片掉在地上了 看他弄脏 他拿起来 我们一般人反映 也是去水龙头那边冲 他没有 他快要去打开水龙头那一刹那 他突然回过头来问我 法师 我如果开水龙头冲下去 那个花的水 会不会比这片红萝卜更贵 我那时候听了就很震撼 因为我是学经济的 你知道吗 我说哇 你这个人被我们经济系的教授 碰到一定会觉得 你是经济学天才的 世间都是这样 世间都是这样 世间那种真正 有世间智慧的人 他都知道说 不能按照感受去做事 他要用完整的那个观察 跟正确的经验来衡量 不能凭着感受的冲动去做事 世间有智慧的人 都会知道这一点 佛法这个特征就更明显 比如说佛法的中心是智慧 所以对着经验的时候 不要用你的感受 来决策怎么修行 好 然后其实就是要借助 那个有经验的人 那种完整正确的视野 来决定 决策自己该怎么做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是我以前知道的 我认识的一个广论学员 他现在已经不是 他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他觉得 他自己学了很多年 可是他还是很喜欢 打线上游戏 最后呢 他居然为了这一点 他放弃学广论 然后他跑去找那个 南传的小胜的那个老师教他 然后他觉得说 他学那个静坐 学那个静坐 学禅定 然后呢 让他不想打 让他不想打 线上游戏了 所以他就放弃广论不学了 然后他去学这个 南传的小胜的教法 我碰过一个广论学员是这样 你说他这个抉择 老师跟师父 还有传承组织 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呢 知道我的角度 我知道这是很可惜的 你怎么可能放弃大乘教法 又是广论这么好的教法 然后不学了呢 所以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说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你不能用自己的感受 来决定说 我该怎么修 我修行的路该怎么抉择 你要想的是 那个有完整视野的 师长佛菩萨 他们会告诉你 路该怎么走 我们生命里边 都有这种经验吧 我在师父身边 也有这种经验 就是你心里就会 特别单着在某一个点 那个点一定要 照你的意识改过来 然后会因为执着 那个点 其他的整体没看到 其实我发生过 几次这种事情 师父叫我去处理 那件事情 可是我心里就是 停在这里 我就一定先把这个事情 给处理完 我才肯听师父的话 去处理那个事情 被师父提醒过几次 后来我才刚才说 其实每个人 都有这种状况 可是这种状况 在我们一指散 就是走那个最快的 最圆满的大圣 最快的神佛路上面 这就会产生障碍 就是你有没有百分之百的 听那个有经验人的领导 还是你要顺着你的感觉 在你很执着 那个点上去先处理 所以比如说 喜欢刷手机这个事情 这是要改的 没有错 但是记不记得 那个在广海民怨里边 老师常常跟我讲 很多道次第的祖师 包括老师的很多的师长 都一再地希望我们怎么样 反复地窜息道次第 反复地窜息道次第 反复地熟悉这个种 有时我们会觉得 我好像道次第已经蛮熟了 我广论学了两轮三轮了 我可不可以在某一个 道次上的深入 结果还是会教导我们 你继续把它窜熟 就是刚刚讲的 你先有了那个完整的事业 你再抉择出来一条最好的路 不要先凭你的感受 去先处理你 要制作的那几个点 这不是一个最快的路的走法 关键在这里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在乎那个事情 不是不要改 但是重点要放在哪里 重点要放在 如果你确定大师教法 是很难植域的 你确定老师跟师父 是很难植域的三知识 应该先培养对三知识的行星 然后按照老师跟师父的教导 把这个道次第 把这个教法反复地熟悉 所以祖师也有这样讲过 在帕崩卡仁波切 那个三主要道的解释里面 他就有说 他引了两位祖师的对话 应该是锦尔瓦尊者跟普琼瓦尊者 应该是锦尔瓦尊者 跟普琼瓦尊者的对话 怎么说的呢 就是说 假如我得到了五种神通 各种细地 各种不可思议的成就 可是比不上 我对总体的道次第 多产生一点点信解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总体你能够看到 你能够熟悉 跟你局部把握得再好 这两个事情是不能相比的 先把这个把握住 把这个把握住之后 其实呢 把这个把握住之后 用波罗金来讲 这个会积聚很大很大的质量 你有了那个很大很大的质量 再来改善你 原先在修行上面 你觉得不成功的那些点 会快很多 会快很多 也不会耽误我们自己 它会有这样一个特征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好 那修行的时候 大家都会很急 所以我讲过嘛 我刚进奉安寺的时候 我就问过师父一个问题 因为那时候 挤破头想出家嘛 然后好不容易冲进奉安寺 然后就问师父说 师父弟子刚来 请师父教导弟子 说我们刚进奉安寺 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师父的回答 那时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师父说 你先适应这个环境 说你先适应这个环境 我本来以为我一头冲进来 我就要往哪里用功嘛 对不对 师父你只要说哪 我就指哪打哪 我就要开始拼了 结果师父说 你刚进来 你先适应这个环境 后来我当事者之后 每一个刚进奉安寺的人 如果有问师父这个问题 师父都会回答 这样 你先适应这个环境 后来我理解到什么 什么叫适应环境 适应环境 当然你在生团里面 你过出家人的生活 你吃得饱 你睡得好 不会成为一种折磨 当然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你可以在 起心动念 在你每天的 这个举手投足当中 你一直不断地 感受到这个环境 带给你的养分 如果你做到这一点的话 你在生团的修行 会很轻松而且很快 就是这样 所以我发现 师父这个引导 真的是超重要的 可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对不对 我当初本来是 一副要决斗的样子 师父你说要干嘛 我就干嘛 我就拼了 结果适应环境 这就是有经验的人的引导 跟我们凭自己的感觉 去修行跟很大的差别 监制 我对你感觉 你感觉 最重要的是 你用这个招致的 能叫你 不 Mort